好球啊 这是怪伦接内线的球员侧应 今天投中的第二个三分九 对方具备一定的身高 又防下来 又是失误 今天哥伦加队失误比较多 三打一出起来 这一下零号乌尔亚利亚维奇 动作非常大 凑到罚球线这边去合议一下 这都是很好的线 没有下机 大王转移球出来 怪伦怎么样 好球 这是怪伦接内线的球员侧应 今天投中的第二个三分九 怪伦保护住这个后展篮本球 迅速展开反击 好球 怪伦这球传得也很清楚 对方没办法只能犯规 怪伦直接断球成功 好球 他这个速度结合球能力确实强 他这个判断确实非常准 被转身 后球好球啊 这段中国队打的连续性很强 让怪伦上来就是为了改变对手的防守 能不能改变 顺便让对方体力充沛 注意力集中 有可能改变 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能保持好的防守强度和转换速度 那再一个呢 就会到关键时刻有人能够站出来 刚才又是郭艾伦 这回郭艾伦没有说一位强打 吸引对方内线提上来到腰位之后 很聪明的一处理球 又助攻大王一次 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对方叫暂停了 不过这次进攻相对来说 是一次比较简单直白的选择 没有太多余的处理球 直接就投了 这中国队是三个人保护篮板 15分球 周启 可惜 准确的三分球命中 精确的团队配合 击败了全国家队出战的伯特黎各 而且您看啊 就是对方不管就是赢也好 输也好 输20分也好 处理球并不主动 再推速度 是 外轮给到周琪好球 今天中国大栏的每一个队员 非常的败力 非常的积极 包括李丹之后在场边 也是这个全球的投入 异尾比较重 中国队这时候如果能保持冷静 其实是好事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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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轮头脑确实非常清晰 中国队还是利用传导球 破掉了对方的全场紧逼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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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球 中国南篮是取得了本次四国药性赛的第二场胜利 我们下期之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